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泰国恐怖电影《鬼妻物语》 故事开始,女主是一名刚刚进入高中校园的学生 由于学校离家比较远,所以女主的妈妈就给女主在学校附近的公寓楼租了个房间 在入学后不久,美丽善良的女主很快就引起了同班男生们的注意 特别是小帅,对女主真的是一见倾心 而帅气体贴的小帅也俘虏了女主的芳心,两个年轻人就这么相爱了 小帅时常以复习功课为借口,在女主租住的房间里约会 时间晚了就在女主这里住下,当然刚开始两个人还是很矜持的 小帅可不想干出禽兽之举,但时间久了,再不干些什么那就简直禽兽不如了 于是两人就正式进行了爱的鼓掌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男女主的恋情就传到了双方家长的耳中 在泰国满17岁就可以结婚,所以两人也算不得上是早恋 但男主的母亲还是坚决反对两个人在一起,并霸道的给男主办了转学 原因就是男主的家庭很优越,是个典型的富二代 所以父母绝不允许男主随便娶一个没权没事的平民子女 就这样两个相爱的年轻人被迫分开了 在分别之际,男主发信息给女主,让女主等自己 他一定会回来找女主,而失魂落魄的女主整日以泪洗面 悲伤的难以自己 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几天,女主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真是让人又惊又喜,这可是自己和男主爱情的结晶 女主天真的想着要把孩子生下来,但女主的母亲门讯赶来 坚决让女主把孩子给打掉 原来女主的妈妈就是个单亲妈妈 她知道一个弱女子,一个人把孩子养大是多么的艰难 女主也只好听从了妈妈的话去做流产手术 由于泰国是个佛教国家,所以堕胎是非法的 女主的流产手术也只能在一家黑诊所偷偷的进行 然而这黑诊所实在是太黑了 在手术过程中,女主出现了大出血 老板害怕担责任,就抛下了手术台上的女主落荒而逃 就这样女主绝望地死在了诊所 而同时女主的鬼魂也跑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这个场景,女主的心中充满了愤恨 自己的大好年华刚刚开始 就这样凋零在了这个脏乱差的小破诊所 而且女主的心中一直记挂着自己的爱人 两种怨念交织在一起 然后女主的鬼魂就开始在人间游荡 特别是女主的邻居 经常能够看到死去的女主抱着个婴儿在走廊里转悠 老住户们都惶惶不可终日 也有不知情的愣头亲 没事想调戏一番女主 结果妥妥的被吓得尿湿尽 虽然女主是没有害人之心 但俗话说,癞蛤蟆趴脚面上不咬你,他吓唬你 公寓闹鬼传出去谁还敢租这里的房子 没办法 房东只好请来了一个法师降妖除魔 可这个法师是个二把刀 根本就不是女主的对手 还差点被女主给掐死 好在女主只是警告了一番 并没有要她的性命 经过这件事情后 居民们都不敢再有别的想法 画面一转 男主和女主分开的这段日子 每天都非常的想念女主 但妈妈控制的非常严格 电话都不让打一个 终于男主等到了机会 趁妈妈不在 男主和学校请假 说去参加暑期游学的活动 然后连夜赶到了女主所在的城市 当男主再次出现在女主的面前时 女主又恢复了身前的容貌 还是那么清纯可人 尽管周围的邻居都跟躲温神似的 远远的看着男主 但男主并没有感到任何的异样 特别是女主将可爱的孩子抱到男主面前 并告诉男主这是他的孩子时 男主的心都化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 这间不大的屋子里 整天充满了欢声教育 这天男主提出 自己必须给女主一个名分 他要正式娶女主为妻 女主一听虽然很感动 但又怕真相暴露后 男主会因为恐惧离自己而去 于是劝男主不用着急 现在的日子已经很美好 男主看女主这么通情达理 更觉得自己应该给女主一个正式的家 转天男主找到了母亲 说要和女主结婚 母亲惊讶地看着男主 以为男主的脑子受到了刺激 竟然说起了胡话 随后母亲告诉男主 女主已经死了很久 男主以为母亲只是在生气 所以故意编造谎言 自己的爱人明明和自己生活了好几天 怎么可能死了好久 男主不听母亲的劝阻摔门而去 晚上男主回到女主的公寓 女主让男主看着孩子 他去给男主做饭 看着摇篮里的孩子 想着这些日子的经历 以及母亲的话 冷静下来的男主 也开始怀疑眼前看到的这一切 于是男主掏出了手机 对着孩子拍了一张照片 结果在闪光灯下 孩子见出了恐怖的真容 男主吓得将手机摔到了地上 屏幕也摔碎了 女主问男主怎么了 男主慌张地说没事 然后弯腰捡起了手机 但这时的手机竟然莫名其妙地好了 一点磕碰都没有 拿起手机的男主 似乎感觉如释重负 在接下来的日子 一家三口依然每天开开心心地生活着 每天都是幸福的样子 但女主越幸福越害怕失去 于是挨家挨户地警告邻居们 让他们不要多嘴 大家被吓得纷纷搬离了公寓 本来就不多的住户 这下就更少了 房东没有办法 只好从远方请来了一位得道高僧 女主很快就感受到了高僧的气场 女主让男主带着孩子躲到了阳台上 自己单独去对付老和尚 画面一转 现实中女主的公寓破败不堪 阴森恐怖 变回本来面目的女主 疯狂地向着老和尚扑去 但这次女主就没那么幸运 这位老和尚是真正的得道高僧 法力高强 女主很快就败下阵来 眼瞅着女主就要被拍下地狱 这时男主带着孩子推门而入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也是一脸的懵逼 男主赶忙拦住了高僧 高僧立身呵斥男主 让他认清现实 而男主这时也陷入了回忆之中 原来当时手机吓得掉在地上时 男主就已经知道女主是鬼 害怕的夺门而逃 但男主想到和女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想到许下的誓言 男主忽然不再害怕 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的恐惧 于是男主又跑回了公寓 不料半路上 男主忽然被一辆急迟而来的汽车给撞死 但男主的鬼魂却浑然不知 以为自己还活着 这下男主和女主生活在了同一个空间 所以男主的手机明明摔坏了 但在这个空间却是好好的 认清了眼前的现实后 男主请求高僧能够饶了他们一家 他们绝对不会出去害人 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看着眼前这对苦命的鸳鸯 高僧也是心软了 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然后将他们永远的 封印在了这间公寓之中 影片的最后 男主和女主的家人 为他们举办了冥婚 邻居们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并向他们送上了忠心的祝福 故事到此结束 真是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对于这个结果 有些观众可能觉得太不给力 太不恐怖 但涛哥却觉得很暖心 涛哥还是希望 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 永远都充满爱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kami发现实际上的电影 我们下期聊的感觉 我们下期聊